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最近我又去買了一組新的工具 那事實上我家裡工具已經很多了 幹嘛要再買一組新的 因為目前很多廠商越來越保護他們的產品 那經常將這個螺絲的頭設計的奇形怪狀讓你無法拆卸 那尤其是我們喜歡做DIY的人啊 就是有這種困擾 明明東西在手上就是拆不開 因為缺少工具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這個 工具組到底他有哪些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他一共有 24種不同的頭 那最左邊的這個是十字頭還有一字頭 經常使用的嘛 再來這個就比較奇葩了 一字頭中間多一個缺口的 三點的中間多一個缺口的 還有四點多一個缺口的 還有Y字形的 還有星形的 還有三角形的 還有這個也是新型的 還有這個就是 像六角板手那種形狀的 總共有24款 那到底長的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 他有一個 把手 這個把手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是急輪的 在工作的時候非常方便 那胖胖短短的 蠻好實力的 如果這個頭太小你碰到有些場所你就 失不出力來 那這個應該不會這蠻粗壯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要如何裝 他這邊有個套環 卡環 那就是要裝的時候要把這個卡環先退一下 然後把這個插上去這樣子 這樣子 那插上去的話 你還可以調節他的長短 有些場所真的是太窄了 你必須把它調到很短 這樣來使用 那各位看一下 正轉還有 有 緩轉 都可以的 這邊還附贈一個 消磁器 那 一邊是增磁 一邊是消磁 有個加號跟減號 在這個角落這邊有個標示 反正在外面的就是減號 那裡面就是加號就對了 那具體的 這個工具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這個就是 我們很常見的 梅花形的 那這邊也是 然後這裏 就是我講的比較 奇葩一點的 4個點 中間有一個凹陷 這是配合我們那種 中間有一凸點的這個螺絲頭 來使用的 這個是 也是很奇葩的 這個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 那這一個呢 看一下 這個是一字形的 這是最常見的一字形中間那個螺絲 頭多一點讓你平常的這種 這種一字曲子就無法使用 因為他故意在 那一線中間做一個凸點 那時候這時候你就可以 採用這種 那他的另外一頭是一個 梅花狀的 星形的 再來就是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星形的起 這個是普通的十字頭 再來我們再看 這個是你看 三角形的 那這一側呢是 三角形 那另外一個 這是我們的小一字的 還有小十字的 一字 一字跟十字 這也是一字跟十字 那這一個就是 六角板手那一種的 比較大一點的 這個是最大的一字 這個是最大的一字 還有 十字 那這個 那這個就是 六角板手 這邊還有 這也是六角板手 基本上就是跟 這種很類似的 六角板手就是這種 我們平常最常用的 就是 整套的把它拿起來就可以 用的這種板手 那整個都組合在一起的話 那整個都組合在一起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方便 那平常收藏起來也很方便 因為它體積小小的 要用的時候就有 今天就位各位就在這裡 那各位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 就備用一個 有備無患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